全场热烈 我们来看一下姑娘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中人是哪一位 一起来看 15号 民阁 有请 全场热烈 来 姑娘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问三位 未来的五年之内发展方向 我准备呢 就是今年到年底就过年之后就自己独立开一个烧烤店了 然后找一个老板娘跟我一起经营烧烤店 好 明哥 我就是想在五年之内就是有在场主人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属于自己的车 然后找到合适的机会 在这买卖也行吗 开一个麻烫也行吗 姑娘 接下来你要做选择了 如果选择一中人的话 你就要进一步地去争取 如果选择旁边两位的话 就要进行爱情大考验 通过爱情大考验来考验一下他们对你的这份感觉 我选择一中人吧 好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林玲 谢谢高颜 谢谢 我记得前一阵儿有个民国时期的小姐来寻找她的少爷没有成功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否能够成功 希望你能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给我们一次机会 姑娘可以先说说你对于民歌的印象 在你的印象当中 在你的感觉当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挺靠谱 挺稳重的一个男孩 挺有丧心心的 我感觉他能给我一个很好的未来 好 先说 非常感那个就是首先是非常感谢李月斌对我这么支持这么信赖 我非常欣赏她的就是敢素颜就出门 呃就是不赞同婚前同居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非常的靠谱 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吧 我觉得你不适合是不适合做我的对象 不适合做我的对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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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适合做媳妇 哎呀我这邻居终于要我靠走了 此时此刻我想过去给他一个拥抱 作为兄弟 祝福他 谢谢哥们 我是唯一一个戴眼镜上的 戴眼镜上的都是有文化 我太爱但是我非常自信 酒中小不小来人聚集 把你排到前面上 你家那将刚大来人聚集 你不得撇完后去吗 我会将戴眼镜进行到底 我会等到喜欢我的那个人 无论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经历了多少 只要你真诚地在这等待着 并且相信爱情会到来的话 就会像明哥一样 会等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的 明哥现在还担心零花钱的事吗 不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